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分钟 开场四分钟 这是在前场第二波进攻当中连续的传递 当然这个进球呢 有一定幸运的成分 有一点折射啊 对对对 而且今天是首发出场的红天打尖的 潘喜明再给到张成栋 张成栋这边开场是打得非常谨慎老实的 基本上没有那么过半场 马尔康在两个中位之间把球拿下来 再回座跟进的队友 左脚打门 漂亮 塞尔纳斯这个脚球呢 开的有些偏低 但是外围还是被核位队队拿到 再来 左脚传向后点 绕的弧度有些偏大 再看看这边脚球打向进区线上 哎 这球啊 这个速度节奏这方面有一遍 对 但是这边合围马上开始在打上海生花的反击 哎呀 左边地下船大了 摆脱非常好 远端尹红膜拿下来 再给胡仁天 形成第二波的进攻 塞尔纳斯再进去外 左脚的一次打 胡锡 胡锡 一脚远射 质量还不错 打得这个 其实这个球射门点呢 有些太远了 这力量很足的一名中位 空中的连线 低点抢下来 漂亮 这球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一条 直接扛住中卫 卸球 转身 左脚打门 对 今天生花队的冯小婷的压力非常大 哎 余汉超 哇 接再给他中路无息 这一下呢 是有了编中的结合 把松哥 往后点绕跟进 漂亮 哇 这个高点 包括这个角球的落点 真的将精确性啊 以及毕竟号的投球 都发挥了出来 精彩也是 这下真的非常好 很大弧度 进攻方面 会更有一些耐心 在两个边路和内部 多做一些阻隔 打到后点 余汉超投球 这是一个重目标的射门 尊一是在防线 在门线上啊 把这个球扑出来了 对 但这个球 你看他四处都传球之后啊 后点这个 等于是漏了两个胜费队员 对 他们像之前上门时的后15分钟 退的那么靠后 好球 张成栋长途奔袭之后 给这边 腰续尘 倒三角 王林尼奥 再闪过来角度 这个还真是很危险 非常危险 左脚 左脚 苗翔 圆角 打向的松路 但是这个有时候呢 光考虑这个球要下坠过人墙的这个 对 尹鸿博往回撤啊 他能够起到这个作用 没错 好球 顺进来看看 一脚搓射 脚球 绕向后面 高点 漂亮 又是在线上 刚刚说完已经就完两次线 第三次发生 这莫雷诺这脚打得真好 哎呦 这脚 脚不知道怎么绕过去的 而且打得很直接哈 对 这不仅仅是腿长 大方圆的转移 赵云剑 战术思路是很清楚的 两个高点 两个强点 这边原来是冲掉 找第一高点 莫雷诺胜不停球 再给右侧的澳大利安 左脚传后点 在中间啊 无锡这一下投球呢 是高处 走路 走路 冲加宝的 斜掉 莫雷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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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不是翻倒过来 尹红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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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随这边保利尼奥 原地白腿打门 只要看澳大利安之前也有过一个定位球 下坠 漂亮 98分钟 98分钟又一次绝评比赛 这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这个 难以想象不可思议 这上岗比赛出现了 对啊 好 这边看出小丘啊 直接打向对方大门 然后这时候呢 莫雷诺最方中间音是推响了比赛的中场哨 我们看到时间已经走到了100分钟啊 最后这一下的判罚 还是引起了河北队很大的争议 从情感上你可以理解啊 就是领先了80 领先了90多分钟 90多分钟 最后这一下被对方敲回来 而且 更更重要的就是 整个下半场没有给对方什么机会